夏惠依 胸懷麒麟 之前腿軟 演第一天都沒事 演第一天 第二天都害怕到 喝白人 壯膽 夏惠依說的是她第一次演舞台劇的經驗 真是害怕到震 不過她一天出席慈善舞台劇的記者 就說現在已經可以很享受地在台上演戲 這麼多年沒有演舞台劇 宣傳當然很重要 夏惠依就想到這一招了 就是即場在記者會上給師傅紋身 可能是第一次紋身太興奮了 竟然嚇到紋身師傅騰了雞 還掉了一支筆 唉 壞事不要說了 聽說紋身會上癮的 或者會都不給的 現在是第一次 你當然要畫紋身 畫完她的東西 也是要問 你不怕嗎 不怕 我什麼都不怕的 我相信 我希望能夠做多一些有益的事 能夠對她們有所宣傳 我去做 希望各位善長仁翁 真是買張飛來看 喔 唐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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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